皇兄 这里没有外人 私下里就不用行这些苏礼了 父皇 母后 明珠见过王叔 见过姨娘 快过来坐下吧 你这孩子 这几个月来 也不到王府来看看姨娘 小时候你可是最馋姨娘的 就怕给姨娘和王叔添麻烦 有什么麻烦的 难道是怕王府亏待了你不成 你说你不好好待在宫里 非要到这里当什么捕快 自古以来 哪有公主当捕快的 谁儿见过皇伯伯 起来吧 起来吧 到黄伯伯这里来 你这孩子 谁让你偷偷给父皇带酒的 难道不知道你父皇有喘疾 不能饮酒吗 还有长得 让你看着陛下 你就是这样看着 别以为我不知道 没有你 那就根本到不了陛下手里 老母之罪 起来吧 这件事朕也有错 过去了就不再提了 哪里来的香气 陛下有所不知 此物名叫香水 是轩儿刚才送给陈契的 香水 哦 瞎瞎 是他 你说什么 我说这样的说作 就别拿出来献丑了 还非要人家唱出来 词写的 差不是你的错 唱出来 折磨别人耳朵 就是你的错了 狂妄 狂妄之徒 你又能做出什么好词 拿出来让大家瞧瞧 今日诸位大人在场 若是你做不出什么好词 无辜辱骂童年 定要托诸位大人 在圣上面前猜你一本 言心 冯大人 我一一决 今日受此侮辱 断然不能隐忍 倒是懂得怜香惜玉 轩儿也认识他 回皇伯伯 他叫瞎仁 是轩儿的朋友 瞎仁 父皇 瞎仁就是那写出 弟子归的人 您刚刚才封他为县位 瞎仁 是不是就是那位 治好妹妹顽疾的那人 母后 就是他 倒算得上是一篇佳作 那年轻人 怕是很难做出更好的 皇兄这次确实猜错了 今晚那催性尽事 便是在场中认选一人 也未必会输 可他偏偏选了那下人 就只能是自取其辱了 他为妹妹写的那首 贺寿子倒是不错 想来应该也是有几分才气的 莫非 朕还是小看他的吗 虾公子 我 我没事的 再唱一首曲子 没什么的 若是虾公子此刻站出来 已是相当于站在了 所有世子的对立面 更何况这里 还有这么多的官员 若是将他们也得罪了 他以后的仕途 也就真的毁了 这位兄台 既然看不上 严心兄的词作 怕是心中 已有更妙的作品 何不拿出来 让我等一关呢 难怪他不答应自己 原来是早已有了相好 长得还比我帅 气死我了 若是有什么好的诗词 赶快拿出来吧 别总是遮遮掩掩的 若青姑娘 还要麻烦你摸摸了 不用了 等官亲自为你摸摸 若青 看我表演 少年不识愁自为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强说愁 而今时尽 愁自为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到天良好个休 啊 少年不识愁自为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强说愁 这少年两个字 说的何尝不是催颜心 希望这娃此身 不要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太强了 为父心词强说愁 敢不敢 再狠一点 啊 糟了 糟了 夏公子 他当着这么多近视 和官员的面 将那人弃晕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若是惹得那些大人不满 那 严心与阁下都是同年近视 阁下此举 怕是有些过分了吧 周围的近视也纷纷复合 几乎全都站在了 下人的对立面 实在是他刚才的那句 为父心词强说愁 虽然是针对崔严心 但却几乎将在场的 所有人都骂了进去 地图炮开得有点大 众人自然对他心生不满 抱歉 这位阁下猜错了 本官不是心科近视 本官 他刚才说本官 也就是说 眼前之人 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入室了 这他能就尴尬了 他什么时候入室的 莫不是在骗这些人吧 若是在其他场合也还好 但今日可是有不少大人在场 必定谋混不过去啊 太安 虾线卫第一才子之名 果然名不虚传 只是这欲说还修 欲说还修 却到天良好个秋到底是何以 本官倒是好奇 虾线卫心中到底有何忧虑不便多言 今日不妨说出来 不用担心冒犯倒水 我景国学子 不以言定罪 董知福此言一出 场中顿时安静下来 他的这一番话 透露出很多信息 虾线卫 第一才子 再之后 便是这首词中所透露出来的仇讯 到底是何仇 众人在意细想刚才那首词 心中顿时了然 忧国之情 欲言难言 是在忌惮着什么吗 莫非 他是在借此抒发 对板石朝政手和一派的不满 此时 冯教授看向瞎人的眼神 首次的发生了某些变化 若是一个受排挤打压 报国无门的忠君之士 发此忧愁 还情有可原 但他分明无心仕途 不愿为官 何故会有此仇 细细品读 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 是眼看国是日非 自己无能为力 一腔酬绪无法排遣的酬苦 不愿入室 是因为不愿为守核派所用 难怪董知福对他另眼相看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的仇便是仇到了董知福心里啊 此等情怀 自己远不如他 侠哥 董知福问你话呢 什么 这老头是董知福 哈哈 为父心词强说仇 我就知道 得罪他的人没有好下场 轩儿 不得无礼 欲说还休 却到天良好各丘 有趣 有趣 常得 派人去将他照上来 这小伙子不错啊 当他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想想就刺激 我去 胸口有点不舒服 今晚可不敢晚睡了 回知府大人 假官 没有什么忧虑的 就是随便发发感慨而已 随便发发感慨 你的一个随便 把我们都吓哭了 侠公子 妄言幽庆 王府下人口中所说的王爷 自然就是冥王了 众世子官员闻言 皆是一愣 王爷请瞎县位干什么 然后 他们又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 一个小小的县位 如何有资格参加王妃的寿宴 就连董之府 对于此事也稍有意外 陛下欲比清风 公主和宁王都对他 难道这瞎县位也不简单 唯独刘县令心中没有任何的奇怪 即便是皇帝邀请 他都不会觉得任何奇怪 啊 宁王请我做什么 这个萧的就不知道了 侠公子还是快些和萧的过去吧 不要让王爷纠灯 快点过去 等官保证 你走了以后 不会再有人为难这位姑娘 若清姑娘既然身体不适 就早点回去歇息吧 嗯 安西县位瞎人 见过王爷 我去 这不是刚刚跟我吹水的大关吗 哇 明珠今晚好漂亮啊 这不比捕快的衣服好看多了吗 啊 皇宿 陛下 来人 快 快传太医 不好 陛下的脉搏没有了 你妹啊 脉搏没有 心跳都停止了 你瞎人中有个屁用 你这样瞎 没用的 滚开 你有办法 没有十足的把握 你有办法救陛下 至少可以撑到御医过来 快点施救 若是陛下有什么三长两短 小心你的小命 嗯 那还是你来吧 对 常总管 快出手吧 不管结果如何 赦你无罪 瞎人当即右手握拳 在昏迷的景地的胸口重击几下 放肆 常总官 本公主知道你救驾心切 但你若是在出手阻挠 只会延误父皇的病情 老者文言 脸上浮现出犹豫之色 他不能对公主出手 再次低头看去的时候 瞎人已经将将双手交叠在一起 在陛下的胸口按压起来 虽说这依旧是他闻所未闻的奇怪方式 但比起刚才的举动 最起码他能够接受 等下就是人工呼吸了 这老脸 我怎么下得了嘴啊 陛下有脉搏了 我需要一个人帮我 我来 将陛下的头后仰 捏住陛下鼻子 嘴对嘴 向陛下嘴里吹气 那叫龙头 龙鼻 为何要如此 为了进行间隙的气体交换 以保证人工循环过程中提供的血液 能够有足够的含氧量 懂了吗 不管有没有听懂 照做就是了 抬起陛下的龙下巴 捏紧龙鼻子 对 就是这样 继续不要停 瞎人已经能够感受到 皇帝的心脏已经开始了跳动 约莫过了十分钟左右 虽然皇帝还没有醒来 但呼吸已经恢复了正常 心脏也开始平稳地跳动 瞎人这才让常德停下 刚才是老妇如猛了 还望小兄弟不要见怪 哈 朕 这是怎么了 此处为何如此疼痛 刚才那老头掐得那么起劲 不疼才怪 老母该死 景帝被常德扶到另一处房间休息了 李轩暗自对虾人竖了一个大拇指 和宁王一同跟随过去 该做的事情做了 虾人有心想走 但奈何刚才宁王已经放了话 但他先在这里等着 随时等着陛下传唤 虾大人 陛下召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